原子弹是核武器中最原始,也是最先使用的武器,在1945年美国进行了首次核武器实验,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并使用核武器的国家。 由于其超强的破坏力,被称为真实的死神,就预算遭受核武器的损伤来看,一旦世界上发生核武器战争,将会成为人类的末日。 在一开始对于什么都不了解的人类来说,是怎么发现原子弹的制作方法的,原子弹是哪个国家发明出来的,迄今为止最强超级武器,改变人类在战争上的进程。 核武器爆炸的一瞬间,不仅仅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,而且爆炸瞬间极短,瞬间就会摧毁爆炸范围内的所有东西。 很多人都说爱因斯坦和原子弹的关系很大,但是爱因斯坦并没有参加美国的曼哈顿计划,爱因斯坦仅仅提出了智能方程。 但正是这个短短的公式,使得科学家发现了物质中巨大的能量,从而促使了原子弹的诞生。 最先发现这一现象的是德国的物理学家,虽然德国政府对此很重视,但是最终由于经费和人财不足的原因,导致德国在原子弹的研发上输给了美国。 虽然后拉,爱因斯坦也向美国投入了德国的用意,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得到美国的重视。 但是至少美国比德国先意识到了原子弹中重要性,中国也于1964年成功实验了第一颗的原子弹。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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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